《相交移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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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的4月6号 出道那天晚上 那时候的心情就是 咋...怎么讲 恭喜《相交移乐》的练习生 林艳俊 我爸其实不太支持我走这条路 为什么 他比较传统 lovuj 二十岁 我踏入了这个圈子 经历了一些挫折 然后摸踏滚着 嗬 大家好 我是感应者 sensual Chin is father 林彥均 我觉得练习生这三个字 对我来讲是一个 还蛮有责任的一件事 因为我自己知道 它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它不是一个 它要舍弃很多东西 而且它要承载很多东西 所以各行各业都需要练习生 可能大家会称为实习生或什么 但它就是一个从非专业 过渡到专业的一个过程 你在舞台上的样子 很容易看出来你练习的时间 对 一个眼神 一个动作 这个动作我可能要练 我们在当练习生的时候 就这个动作 我们可能就要练 一天 两天 三天 就这样重复一个动作 练习生这三个字 在我的理解范围里 它就是泪水 汗水 20岁 我踏入了这个圈子 经历了一些挫折 然后摸爬滚打 如今我站在这边 我很幸运 可以被你们看到 我也很幸运 我能够站在这边 真的很感谢你们 去年的4月6号 出道那天晚上 那时候的心情就是 很开心 太开心了 真的是开心到 不知道怎么形容的那种感觉 然后我觉得说 我的未来 我在追我的目标 但是我身旁多了很多粉丝朋友们 去鼓励去后面 push我追我的目标 这件事我觉得 现在即便此刻想都觉得不可适应 所以 通过那个节目出来 但是的确我们出道以后 进入了这个圈子 其实有很多东西都我们来讲 非常的新鲜 其实是练乙生还练不到的地方 出道结束了 真正进入了职场生涯 然后会有身边很多人会告诉你 我要教你怎么做艺人 你做艺人该注意哪些事情 因为你练乙生犯错的时候 顶多我就是在重练嘛 我改正嘛 但是你当艺人呢 我现在说的每一句话 他其实能够犯错的空间并不大 后知后觉才意识到这个问题 哇原来不是出道了就结束了 出道了才是路肯开始走的那个开始而已 Yeah it's been a confusing time Yes I never know I can learn Yes I never know I can get back 我那时候在做这首歌的契机 其实就是有一天 我在工作结束之后 我回到酒店房间 然后我打开电视机 我就这样看着窗外 我那时候忘记是在哪个城市了 但是我就在想说 我出道以后去了这么多地方 但是 我却没有好好的 到每个地方看 我每天只能在 酒店的窗户外面 看着外面这个城市长什么样子 然后看到路上走人 因为我想说他们在想什么 他们会需要听什么课 心疼一弹被掏空 咋着幸运的战略 结果也无法停留 2019年应该我会在音乐上面投入的时间会比较大 然后我会做好一个偶像歌手的本分 就是给大家够多的舞台 然后给大家好听的音乐 不让你们担心 其实我觉得看到你们 每一次见面会的时候 我其实都在帮自己充电 私下的时候 其实我一直在回想起这些画面 其实我是觉得说 其实对自己说再累了 再忙那一股 因为有你们在 我真的很感恩 不断从事不行的这些 子弟妹妹也好 后背也好 就是你会有压力吗 会啊 会有压力啊 对啊 因为不断的有新的人进来 我觉得压力 那句话叫什么 就是有压力才有动力吧 对 就会让我不断的 要在自己的这个领域上 更紧步更紧步 因为后面有很多人 大家在一起跑的时候 你如果一个人在跑的时候 你可能看不到参照 你可能会跑得比较慢一些 三百个人跟你一起跑 对 那你得跑快一点才行 他们革心里会有一点 会有一点温暖 对 我是讲了 不该讲的话的 多好粹 비합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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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